嗯,那好啊,Eason,我们先从你这个工作,现在的工作开始吧 哎呀,好,老师 我们简单的,就是你工作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哎,你好疫情期间啊,是吧 那就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们工作的就是,比如说你工作的主要的responsibility是什么呀 嗯,他这个工作主要就是从准备他那个准备文件,对文件,对数据进行清理,准备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清理 然后再把清理好的数据给finance的同事,然后finance的同事再给回给我 这样啊,然后最后做,最后把那个供应商的数据,然后导到我们自己的数据库里 对啊,你这个,你现在在那的title是什么? Data Analyst Data Analyst Title Data 然后你们公司主要是做哪方面的业务呢? 他是做宠物用品的,就是宠物用品,卖宠物,然后宠物用品各种不同的那个相关的中文词叫啥呢? 讲,讲英文咱也懂,来吧 pest supplies,就那小动物,他那个生活用品啊,对 这个疫情对这个东西没有影响吗? 还是生意更好了,发现大家在家里面,但是没事干,就养了各种那个 没啥影响啊,现在啊 那他们的主要是一般的这种公司啊,他要他有这个,他的他的本地有online,有offline 那他们现在的,现在的情况是online的多还是offline的多啊? 我没整个marketing点,老师,我是只是到最近,最近进货的,是进货挺多的,然后一部分供应商,因为他是在仓库里面啊,就是供应商给我们拿货,然后我们是总的仓库嘛 好多物品最近在升职,就是价格啊 大家都没工作,然后那个,然后再涨价,我靠 好,那个,那我问一下,当你去做那个,你去做Data Cleansing的时候,你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就你都碰到我哪些典型的问题啊? 我做的,因为用的工具就是一个cell嘛,一个cell,最多用点vpa,还都不用我写啊 主要的问题就是,this format,就两个边的数据,因为两边的数据可能涉及到,它格式不一样,一个是integer,一个是string 就这些简单的问题要调整一下,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还有哪些问题? 再有问题就是,如果找不到的话,自己要 自己要就是把它,把那个string cut一下,然后再怎么找 没啥,没啥特殊的了,是 这块呢,上课那些都已经,我感觉,前两堂课都学完了,就得写 学的,学的,学的太多了,是吧 哦,反正 micro都没咋让我用 嗯,那么,那你面试的时候,他都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啊 啊,面试的问题就是,呃,HR那部分,呃,就是标准的,呃,为啥申请这个工作呀,然后,呃,你为啥,那个,认为你自己是,呃,合格的,那个,合格的,那个,那个, candidate 这条,然后,呃,然后technical,又从头到尾,把那个vba给我问了一遍,然后就是,从最开始的那些结构啊,然后在那个,在那个,就那,你给我那本书,问了,是,你给我那本书,叫vba for modelers 嗯,嗯,就前面,前面那些,呃,介绍那部分,他其实就想听听,那大体结构是什么样啊,啊,然后问了问,这条type,有什么,什么,啊, 啊,啊,啊,就是technical这部分就问完了,啊,啊,啊,HR就是,我感觉总结那些就够用了,我真想,有点想不起来,他具体问啥了,啊,没问题,就那两,就那两问题,我倒是,嗯,就是开头那个,为啥适应这个,申请这个工作,然后,最结尾,你为啥适应这个工作,这俩。 哦,为啥适应这个,为啥适应这个,为啥适应这个工作? 哦,为啥适应这个工作? 哦,喔,为啥适应这个工作里面,主要用的就是,嗯, 主要用的就是VBA是吧,Excel VBA 然后设计两个数据库,一个是ERP的叫MicroStar 很小的一个,还有另一个就是Microsoft SQL Server 中间还,老师其实还用到那个SSS和SSAS 还用到了就是AS和RSS,其实这啥都用了 就是Segel Server的这三天套它都在用是吧 那你这个工作的,你的工作的重点是在IS,RAS还是RSS 重点在VBA那儿,老师 写了一个半自动化的VBA,结果我们手册 然后就整个一个就是教你怎么用VBA的 因为他写VBA的时候就没把所有的情况考虑全 也没有人机互动的过程,他连半自动化都不是 所以就很多条条框块,你要去每一步乱一个 Micro一条一条的,你要去再人工的去改 这个东西也挺正常的,因为很多时候他这个工作 他其实就是从头写的很少 很多都是在原先的基础之上修修改改 100多条了是 好,他们为什么会选你 你觉得 选我的话 我感觉HR那些问题还行 反正回答的 然后Technical那些问题也都回到点上了 你觉得你回答到什么点上了,就是VBA的这个基本的东西回答的都很清楚 还是除了VBA还有哪些Technical方面你觉得你给你加分的 还有Seql吧,Seql他也问了一些简单一些问题 那Seql也都在那些范围内 VBA就是我感觉看那个Dita 就是VBA for modelers 那边说的前面那几张介绍就行了 因为他有我还记得什么 class object method 你把这几个词说一说 他感觉就因为他也不会 他顶头 面试你的就是都是那个business people 没有他是IT的 但是他一看我跟他聊两句之后 我发现他可能只会什么C++什么 因为我把这些词一说出来 他感觉他没接下话 只有说到Data Type的时候 他往下接话了 这说明他只懂Data Type 前面那几个他听都没听过 那好啊 那你看我们现在就是把你前面这个画咱们拉回来啊 就是你觉得这工作其实并不难对吧 嗯不难就是繁琐 就是很繁琐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不不难的这么一个工作 其实很多同学他在申请的时候他不见得能申请到 或者说他从找他的简历可能就都都都没入选 或者是说他入选了但是没得到 嗯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就是你看你一上班你觉得这工作不难啊 这工作我应该能干 对吧 对 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讲课的是不是应该大部分同学都能干的活 但为什么不是很多人那么一般上完三点 那因为你看很多同学他也都上过Excel VBA SQL 那不见得是我的选择就是其他很多很多其他的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那个凡是想朝分析类这块走找这方面工作的朋友 他都知道至少他应该Excel VBA SQL 他或多或少他要不然在呃自己学 要不然是那个去别的培育机构学 或者丈夫的学在文学也有很多 那他们为什么就是说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会有问题呢 如果所有的工作都这么简单他们都应该能做的话 嗯HR那部分肯定就是我我先从大脸说吧 大脸就是鬼总结和归纳做的不好 因为我一年前也去过别的那个培训班 然后也去过面试 嗯最后然后在你这儿学完之后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总结和归纳其他地方做的不好 我自己也没有认真的做 从HR的问题你看 你认为HR的问题十分重要是吧 是很重要你跟那个就像你说的老师 是一个不是技术的经理 我们那个HR的经理才跟我面试 你要跟他聊怎么聊 那些东西能聊出来 要不然就没话说了 啊那那HR很重要 那那就是说那么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啊就是说再回头重新走这条路的话 你这再开始找工作的话 那你觉得你怎么样去准备才能是更有效 因为这个对我们现在目前找工作的东西就可以了 就很有帮助 张我们刚才听了HR问题很重要的就背背 对吧是吧 对然后 对了 你最后背到什么程度 对吧 背背一下开 就是说很多人背我也背 还是说我背的就是都已经脏腿就来了 还怎么的还是还还可以处类旁通 你背到什么程度 我啊 我背了好几个运 我找工作时间太长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说啥 我刚开始那阶段就是你上面写啥我就能记住啥 嗯 然后就硬说呗 硬后来 对 后来好像说说了说了几个月 反正我自己都相信了是吧 嗯 有些话也能记住了 像什么那个做工作中要对事不对人啊 嗯 然后要那个 嗯 帮助新同事啊 什么的那些话 啊 也其实挺重要的 后来感觉 然后也就慢慢记住 好 那就是说那HR问题 那从简历的角度来说呢 嗯 怎么样 就是说你今天 你今天再重新准备 你怎么觉得 你怎么才能把你的简历变得 就是哎 除以就就有戏呢 至少有面试吧 有面试我就找你啊老师 我找你改简历 我现在也不会写 那你完了 那你每次找工作都回来花花花 一千块钱改个简历啊 就是说你肯定今天再写简历肯定比以前强吧 就是对 构价我知道了 嗯 构价就是这样 那你觉得你以前写的简历 你现在回咱换一个吗 你觉得你现在以前写的简历 有哪些问题 这样同学可以避免去去能了吧 嗯 哪些方面需要提高 你总结归纳做的不好 还是那个问题 其实你总结归纳做的好的话 你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你嗯 本身咱们我们英语不好啊老师 嗯 就是尤其语法什么呢 你把它那肯定就没惨了 那你就是脑子里像你说的 我感觉要脑子要清晰点 知道自己要写什么 总结归纳做的好了之后 你先把前面那几部分大的块 是在那摆着的 嗯 三大部分吧 就qualifications 然后再working experience 还有那个education 那就一个一个 这三大块先写出来 然后你再往下面归纳 你在细的部分 qualifications 你原先写这个 那你原先写的时候 就不也有这些东西吗 那你原先第一版呢 和你最后一版找了工作 你觉得有什么significent different 就是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回头看第一版 你觉得是不是就不应该找到工作 哈哈哈哈 那倒是啊 那那那这总的有个原因嘛 这这个总的有原因 就为啥 你看到那个你自己第一版本简历 你觉得这个我这个不应该找 再看我现在这一版本简历 你就觉得这个应该能找到 there's a reason right 对对对 当然是就是 你我也不知道市场需要啥 我有啥呀 我他需要让我有啥呀 我这脑子里面完全没有就是没有路子 这个说的是就是说很多人写简历 写的是他自己 他写的不是外面要的那个人 就是这个 对 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那那你觉得你现在工作 就是对于你的能力来说有点简单 是吧 那你下一步是 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那个意思 听起来就是你就觉得 这工作其实挺简单的啊 有点和我不般配啊 那你下一步准备找哪方面的工作 下一方面 因为你已经上班上了一段时间了 嗯 可能再找点跟 supply chain相关的 我想在我们公司这正好 它有很大的仓库嘛 然后数据也都是从供应商到 supply 就是到我们仓库 然后再去做嗯 B2B的那些东西 然后啊 所以我想把这个 supply chain 这块它的报表啊 什么那个数据怎么流动的 这些process就聊一下一下啊 就是说你转了一圈 现在觉得其实business比比技术重要 对吧 因为你没有说我要去找一个什么sql server 你说我要找一个supply chain 就是你要找一个某一个business practice 对吧 那肯定好 就是business要比这个 这个也make sense 这个make sense在高级职位以前吧 就高级职位也还是business上 但再往上走 其实就是你要能够把它结合在一起 产生一个solution 就是对某一个行业的某些典型的解决方案 对 对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呃 刚才记了呢 呃就是business还有那个statistic 就是统计嘛 这两个重要部分 两个部分挺重要的 如果你要是呃 以后自己做什么的话呃能有个谱 对啊 那你为什么说统计很重要呢 你这个 你这个面试的时候碰 被问的问题了吗 呃被问的问题就是呃 做产品的分层 分就是分层呗 啊 segmentation 对当时用了呃也是用的我想想 呃 用kmeans对 嗯 做了 然后再加上一部分的打分 按照那个business logic 然后给它进行打分 对啊 我我就是看着你那个你那东西 反正一边一边看一边想一边往里加东西啊 啊 哈哈哈 其实这个统计这个也能 你咱们能用到的就是也不是特别难 但基本上统计知识确实是应该需要 嗯 那行 那谢谢你啊 嗯 别客气别客气 有什么问题 我们以后继续向你请教 哎 好老师 好拜拜 哎 拜拜老师